这些喜得贵子的新孩爸新孩妈 还有一些明星情侣刚刚确认了彼此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有了新的身份新的责任 那这些明星情侣们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浪漫趣事 在求婚或者婚礼的现场 又发生了哪些美好的画面呢 一起来看一下 再入人生新阶段之孙茜大婚 8月4号 后宫大戏中走出的锦西姑姑孙茜 终于克服了结婚恐惧症 幸福出嫁了 老公蔡远航为她准备了一场盛大奢华的婚礼 为了这场婚礼 谈三四个月前就开始准备 甚至因为孙茜喜欢木马 专门将一个巨大的旋转木马搬到了台上 用心程度让孙茜几度感动到落泪 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因为昨天我想了 在刚刚走的路上 我太激动了 我全都忘了 可是我有一个次没忘 就是我爱你 其实孙茜的老公蔡远航也算是半个圈中人 曾经饰演过八六版西游记中的小唐僧 之后转行成为某大型活动公司副总裁 这两人结婚必然少不了圈内好友到场祝贺 现场也是星光熠熠 都是星光熠的小唐僧 最大型活动公司副总裁 大型活动公司副总裁 碧一个栈子 一定是因为这么多的 已经成为是阿姍 成为帅关系的 是我们的老江 在众多道场的明星中 值得一提的是 特地从香港赶回来的孙丽 一方面作为孙倩的好朋友 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这对新人的红娘 原来当初蔡远航几次求婚不成 最后还是在孙丽的劝说下 孙倩才克服了对婚姻的恐惧 答应了老公的求婚 当天的婚礼上 新郎蔡远航还特意为孙丽 准备了红娘大礼 由蒲存心担任主婚人 正常婚礼高潮迭起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而这场仪式也正式宣告着 相恋六年的孙倩 与蔡远航终成正果 两人现在已经准备好 共同迈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了 生子计划也随之提上日程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又快要好 但是前两天确实也是有媒体说 以为我们怀孕 其实没有 因为除了我们俩结婚之外 还有两个妹妹都要生小孩 我们也会加油抓紧的